林耕心张领劝你俩别太懂 气还没播 俩人先在采访里打起来了 他饰演的是神大王 神黎王爷 我们的上古神 星矢 还有星云 必须得说饰演两个角色 就是有难度的一个人发扬了 这次新歌饰演两个角色 除了点名 然后其他你从观众的角度 就谁看了不说一句好丑啊 果然没有一个二大群手会让我们失望 真的好喜欢这种相处模式 听说林耕心就是因为赵丽颖才拍的《楚桥传》 没特别大 说对剧本身 没说百分之百的这种吸引力 那后来说合作的地方是赵丽颖 那我就想 后来我觉得说 就比较感兴趣 对这个戏图然 你加入《楚桥传》是因为赵丽颖 这个是一个朋友间的客气话 还是说这样的 是真的 很早他们就签约了 我觉得丽颖很喜欢这个 这次宣传雨凤行的同时 还一路宣传赵丽颖 不是 我说星哥 你别太爱了 挺不样的 一个舞传片 无论是这个剧情 还有他的导演 还有 是我合作的演员 我觉得都是 我以前拍的 我拍了一堆不转 所以我感觉完全不一 大家有什么新的喉嚨的感受吗 就更默契了 对啊 毕竟之前的 这个回作也是很愉快 那这一次 更愉快了 非常愉快 更愉快 非常愉快 与风险杀青的时候 银宝笑的有多快乐 令更新哭的就有多伤心 一边哭还一边偷偷看银宝 怎么能那么好笑啊 令更新快收入你那不知情的样子吧 当时雨风行路透出来一张图 本来看着俩人都美美的 笑得也都挺开心 但所有美好都被网友一句话打破 哎你瞅瞅 这笑不像哈士奇追博美 哎你别说 你还真别说 本来令更新都被大家笑 长得像哈士奇 这下是真的说不清了 看了俩人六年后的采访 还有一些斗人直接口出狂言 赵丽颖比六年前 更漂亮成书有韵味了 令更新比六年前 年纪更大了 多损哪 之前赵丽颖还在采访中 公开吐槽过令更新 人家都是拍吻 本戏女方害羞 她俩却是林更新害羞 还是我这脸跑走的 不知道这次 大家拍吻戏的时候 林更新能不能长出现 所以就一场吻戏 然后拍完之后 一条之后 我看了一下回放 我觉得不是很好 就想再来一条 当我看完小经济期 我说不行 我们小心我们再来一条吧 人呢 然后旁边的工作人员说 他跑了 他回房车上去了 我这脸跑了 脸通红 我说啊 有赵丽颖的地方就有流量 上映期赵丽颖因为一秒听出谢娜声音直接上了热搜 这周节目组就把赵丽颖邀请去了 从路透看赵姐的装造真的是美眨了好吧 但耐不住赵姐游戏黑洞的身份嘛 节目还没录完 全世界都知道赵丽颖淘汰了 游戏开始前 游戏进行中 游戏结束后 只有赵姐受伤的世界达成了 呀 中了评论啊 光与 光与 是谁曾经了我的大脑 让我用陌生话来思考 分数是指标 风越高越 前一阵林更新还去了薛之谦演唱会 全场都在喊好帅呀 背头到大屏幕的每一刻看得出他都害羞到很想逃 听说最后还是提前半小时偷偷离场的 当林更新这样脸皮薄的人遇到薛之谦这个段子手 莫名的戳中我的笑点 因为薛之谦差点买不到票去自己演唱会 没想到这场有林更新 皇后们就说如果老薛真的没来 那就让林更新上台去唱 于是我就去搜了林更新唱歌的视频 看起来是挺自信的 只是听起来有点一言难尽 快给我新歌喝哑巴要 像学之前演唱会上那种状态来就行 我看着挺帅的 最后更新一下以风行站内预约突破150万 希望剧能赶快上啊 多放点无聊也行 以整个期待住 让星星解开动啊 故事总结迷 Oh my god 我已经爱上她 真是特别她 最后的奇怪要是中落魔法 街上溜溜达达 大天快乐 叫声 注意 说 这只是眼睛 如果你真的有点辛苦 好 好